北部有名的鬼屋 那時候已經就是晚上了 可是我聽到腳步聲 小優錄影被拖曳 穿鬼屋被飄更 結局超讚K 不要再覺得通告藝人 這件事很簡單了 你們自己來當當看 小優從節目打選手了 沒出道通告都自己接 我也挺驚訝的 我覺得我可以撐到現在 那沒有經紀人幫忙 很容易被坑後 我會先問一下說 要玩的時候要拖這樣子嗎 因為女藝人大家先問一下 她說不會啦 不會要你拖啦什麼的 到現場 突然大家都要拖了 然後我傻眼 然後已經開錄了 主持人就說 小優你為什麼不拖 就有一種被趕壓子上架 我現在不拖 對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小優你以為你是誰啊 對你怎麼可以不拖 可能就會說 你又不是什麼大真妹 你還不配合 我當時就覺得 天啊我的身體好像不是我自己的 你們說拖就要拖 那是澄清的問題 還要笑笑的這樣 哈哈 我真的是收工就在計程車上哭 可能那時候也真的不懂得拒絕 所以就有一點陰影 然後那一次也是崩潰 是我真的是路到翔走 突然把我們帶到一個 荒山野嶺 就說這邊有一個廢棄的戲院 那我們要進去完成任務 北部有名的鬼屋 鬼屋 那時候已經就是晚上了 那其實我當下也會覺得說 沒關係啦 反正等一下攝影大哥會跟著我啊 我幹嘛要怕 結果 他們當天完成的任務 叫我自己拿一個GoPro 然後清場 不要幫我躲在這裡 我一個人在諾大的廢棄電影院 我不要一個人在那裡 好可怕好可怕 但是最可怕的不是說 把我丟在那邊而已 而是我聽到的聲音 我就開始大叫 我就說救我救我 沒有人進來救我欸 沒有人喔 我是真的已經叫到 我覺得那個叫聲 可能就是生小孩的叫聲 然後 但他們可能以為我只是在 沒有我是真的激進 我可能錄影最邊緣那種 就是我人可能已經要跑出去 可是我知道我現在都跑出去 我又白錄了 但我當下已經嚇到雙腿發亂 然後倒在那個地上 然後發冷汗這樣 從那一次外景後啊 我整個一個兩個禮拜 都超級不順 我記得就是超歲 我可能被跟了 就去一個認識的宮廟 法師一看到我第一句就說 你怎麼那麼晚才來 你後面跟了三個 還三個 對 天啊 他說你 當下錄完 有跟他們講說 你們真的不能這樣子 當下沒有人可以幫我講 好我只能自己 我 我深思意潔 我還要說 你們真的不能這樣